你怎麼會這麼倒楣? 小子姐 總之,人沒事就行了 而且下次開車,你還是交給我吧 我剛才避小狗撞車而已 我的車也不是那麼差 你還是要駕駛小心一點 你只要知道這輛車,你又不貴不租 下次麻煩,租會便宜一點 就算撞了,也夠錢賠給人 我明無理,出入要講排場 怎麼會駕駛不漂亮的車 我們會讓人知道 我現在只知道我們要賠五十萬給人 我不知道在哪裡賠錢賠給人 你當我之前這麼努力 去接觸我做義工嗎? 我還是很辛苦去賺錢 五十萬我沒有嗎? 在後面吧 你撞車之前不知道自己買了多少錢 你一向都知道我買東西不看價錢 我看漂亮不漂亮 其實你這樣買東西真的很恐怖 你再這樣下去 賺多少錢也不夠你花 財來自有方 最近很貴,你已經沒什麼作接了 那你就去拿那些包袋賣吧 買這些嗎?你剛才買回來的 捨得嗎?當然不行 還有,我裡面的蝦米瓜和飛仔雞毛 你也不用擔心 裡面的全都是兩個牌子 就是叫我一個也不要拿去買 我去拿新的給你 你忘了,Channel的老闆最近很愛我嗎 你就不喜歡他們近期的款式 你才不去拿而已 總之我就去拿50萬的贊助給你賣 問題解決了 拿開額外賣了,我很餓 不是吧? 你又吵什麼? 狗仔社踢爆了你住這裡 什麼? 大家好,有消息指明胡彥搬來這裡住 我們狗仔社就來跟大家確認一下 是… 你說是不是開樓攤的馮敬堯先生? 是… 我想問你知不知道 胡彥搬來這裡住嗎? 是呀,糟了,他好像不想讓人知道 他住在這裡 為什麼?因為他窮嗎? 不是,他不是窮 他一次過交了一年的管理費 他是有錢人 但是有錢又要住舊樓? 他是不是假裝有錢? 應該不是假裝 因為他跟我說 這裡是他媽媽的娘家 他小時候來這裡玩 但一個不小心弄飛了婆婆的鷹帽 如果他這次搬回來住 就希望可以見得到那隻鷹帽 姊叔這麼口疏? 鷹帽單有我們隨便說 塞住那一口而已 他就到處跟人家說 看來他真的相信到十足 他覺得我們是因為那隻鷹帽 所以在這裡住 上次你說的七情上面 別說他了,我也相信了 這樣的謊言也要有人相信 可能其他人也會相信 其實傳了出去也未必不來的好事 起碼我們以後出入 不用那麼偷偷摸摸 你不怕被人騷擾你嗎? 那才能證明我紅,我有人氣 現在方張西網的訊息給我 說想跟你專訪一個案子 這麼快?那你又有什麼時候? 我打算推 如果你這樣推出去 好像有點不給面子 一個謊言,你越說得多 就越容易被人踢爆 我們想到他完全沒有漏洞 就算我不做方張西網 也有另一間傳媒要訪問我 難道我一輩子不做訪問嗎? 那你打算怎樣跟他說 我們先交一夾吧 那隻鸚鵡叫Gordon 我小時候跟媽媽和婆婆一起住 是婆婆帶她回來養的 我記得那時候很反叛 我跟媽媽沒什麼話說 但是這隻鸚鵡 它令我跟媽媽多了話題 它緩緩了我們的關係 那這隻鸚鵡對於你 和你媽媽來說也很重要 所以不小心被她飛走了 我很內疚 我真的很想很想可以見她 大家都不知道對隻鸚沒什麼樣子 如果你弄個拼圖出來 讓我們放上網 讓廣大市民幫忙找好嗎? 好 我隨便胡說說她頭有撿紅色毛 就任由她拼,不是事情不會軟的 聽說你是大花童群島首富的女兒 是不是真的? 其實我的工作和家都沒有太大關係 所以我不太想說這麼多 希望大家明白 隔了這麼多年都還想念這隻鸚鵡 想不到Vin這麼長情 影片下面很多網民都要留言 說要幫忙找 連Vin的拼圖也都鋪了出來 這隻鸚鵡紅色蝦莉頭多特別 現在這麼多有心人 希望找得回 一定可以 不知道什麼 立刻和我成立一個接龍穩著小組 好,我要盡快幫張外營找回她的失蹤螢幕 老婆,你真是很有善心 是不是被那個故事感動得到? 我像這麼愛心氾濫的日子嗎? 那你又幫忙找 你還要用到公司的資源 剛才你沒聽到的主持 問張外營是不是大花童群島首富的女兒 她沒有說不是 那就是對了 我們接龍和大花童群島 有這麼多生意往來 只要我們有恩於她 將來這個人情一定有用 原來都是為了生意 終於約到毛韜桃王子談合作的事了 約了整個月才回覆我們 做王子的真是難約了 舅父,我整天都很累,坐在這裡 要不是她的國家 在大花童群島旁邊 運輸方面,我們真的不跟她合作了 說起大花童群島,我真的很生氣 我們找張小組成立了這麼久 一點消息也沒有 你說我們的生意怎麼做事 要找一隻不見了十多二十年的鸚鵡 人都未必找到,何況是張 你以為真是這麼容易嗎 好了,不要玩了,起來… 舅父 那隻鸚鵡 你看看像不像張外營那隻 像,那頭頂的鮮紅色 舅舅的鵡紅色,是一樣的 不要玩了,回家了 我過去買一紋它 不要走 我想請問這隻鸚鵡你怎麼得回來的 賣的 你也知道有個名模叫張外營 他不見了這隻鸚鵡 跟這隻鵡是一模一樣的 你是不是拿了別人的東西 據為多幼? 我是買給這隻鸚鵡玩的 那你從哪裡買回來的? 我給兒子和兒子買的 那張單也應該有 我有也不會經常大身 你又不知道在哪裡買 又沒有張單 我們有理由懷疑 這隻鸚鵡是你偷回來的 偷虧是重罪 你還不認毫無虛意 我冠會重判的 別說太多了,我們一如報警 我不要了,我給你了 媽媽,我每天買一個給你 怎麼這麼容易就讓我找那隻鸚鵡? 要不需要第一時間通知Vin? 為什麼要第一時間? 我們當然是找一個多人的場合 才送那隻鸚鵡出去 這樣大家就知道 我龍力蓮是對張外營有恩惠的 剛才Vin走K-1走得很好看 對,你真的很帥 謝謝 真的太多次了 各位記者朋友,Vin Vin,Vin,為何會來? 我好朋友出場,我當然要來支持 你真有心 我帶了一個驚喜給你,看看 開心嗎?我幫你找到那隻鸚鵡 這東西跟你的拼圖一模一樣 很難說不是你 我之前隨便亂趕來做拼圖 我怎麼知道他會找到那隻鸚鵡一樣 阿蓮,花了很多人力物力 才幫你找到那隻鸚鵡回來 裘寶,你別這麼說 我哪是我的閨鵡? 做點事有什麼所謂 Vin,回家了,鸚鵡 你好,Gordon 你好… 謝謝你,Lina 沒想過這麼快就可以跟Gordon停聚 你真的很開心 真的嗎?你開心就好了 開心就不如兩位過來一起拍張照 好…我們跟鸚鵡拍照 好… 有什麼事? 不好意思,Vin…我想問你一個問題 你最近是不是放了五十萬 頻道贊助於雷媒拍賣程式購買? 這麼多人放東西上網賣 怎麼一定是我呢?更何況我也沒有 但我拍到你在頻道贊助選擇了什麼貨 連貨品的種類和數量都一樣 其中一件貨連產品編號都一模一樣 你怎麼解釋? 這麼多記者朋友 其實擺上網賣東西都是我 因為我家很急著要花錢 所以Vin他什麼都不知道 Vin,對不起 但我還查到Vin你最近 遇到租車公司的好車 要賠成五十萬給人 又會剛巧跟你放上網賣的 頻道贊助於雷媒的價錢? 就是剛巧 我開車的時候又擔心家人有事 所以放上網賣和撞車都是我 Vin,對不起,真的很對不起 Vin,你這麼有錢 你幫你經理人賠了錢 把錢養成他家人就行了,你怎麼幫? 我只是剛才知道他家裡有事 你怎麼不早就跟我說 我知道我一定會幫你 我不想你擔心 還是你根本不是大花 和群島首富的女兒 假裝有錢還要住舊樓? 我認得你,你是狗仔寫的 你可不可以同情心? Vin是因為太過了住隻鸚鵡 所以才搬到舊樓裡住 你不知道嗎?你怎麼說的? 你這麼傻,你這麼傻的就別出來當記者 我已經問過那些看家 近這二十年都沒有住戶養過鸚鵡 而且我還找到一位輔助 有請陳妹豬女士 為我們解釋一下到底發生過什麼事 是呀,這些鸚鵡是我的 是她堅持說我偷回來肯搶走狀 你現在我的單位都找到了 真的是我兒子替我買回來的 Vin,你怎麼解釋? 你剛才這麼開心就找到鸚鵡 原來你這麼想念她 你也認錯了她 還是你根本從來沒有養過這隻鸚 你在這裡說話? 鸚有相似而已 我因為太開心 才一時之間以為她是Gordon 我有證據證明你在說謊 我找到大花和群島首富 和她九個女兒的合照 裡面根本就沒有你 你呢?大家看看吧 我沒說過自己是 還是你現在已經不可以說自己是 很痛苦 旁邊你沒事吧 不好意思,我們先走了 大小姐,那你怎麼看? 原來她一直欺騙我們 我真的不知道,我還當她好朋友 我這次真的很失望 那你們要把鸚鵡鵡還給我才行 你不就拿吧 你對於搶了別人的鸚鵡有什麼回應? 我替你看衣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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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YouTube的觀眾朋友大家好 我是劉沛月,阿Moon 我是蔣祖文 我是黃定欣 我是江美儀 立刻訂閱這個YouTube頻道 收看TVB精選劇作精華 喜歡這條影片 記得LIKE和SHARE 我不記得 我替你帮你 快點 李的 來嗎? 我叫你 我替你 你但我替你 我替你 我替你